他們都是外包沿岸內地的孫子學生 出3D 他說我跟屋主開 講完就完蛋了 我跟屋主開1萬 但是對岸給我一張3D3000 差不多 我線上很多朋友說 我跟你講 五哥 你不要相信設計師 你可相信 世界上有鬼被設計師那張嘴 很多朋友都搞不清楚 為什麼他收監工費 昨天才有一個夥伴線上 五哥 我這個時候監工費是合理的嗎 我說市場有 而且都8%到10% 我們身為一個消費大眾 如何去判定說 你是設計費有折給我 還是真的沒折給我 因為最後一個總價設計費加 整個工程出來 更收設計費 工程拆開來 最後兩個加起來是一樣的 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設計師除了我們上面講的設計費 兼工費之外 整個工程承包有沒有利潤 因為現在10萬個設計師 我心裡面很清楚 我知道 但是不一定每個人都這麼做 但是有沒有 Andy已經第一個承認 而且都做到50% 沒有 裝修小五郎 健康最在行 大家好我是五哥 今天我們要談的主題是 設計費一瓶多少錢 我想很多人都會問到五哥說 人家中南部很多常常都沒有設計費 就是連工程整個多少錢就報了 150萬180萬 為什麼很多設計師還給我報一個有設計費一瓶 3,000、5,000甚至1萬不等的 那為什麼會有設計費這件事 不瞞各位講 早些年我在我是住桃園 我一個好朋友他是一個代銷業者 在10年前那時候桃園他們有一個接待中心要做 突然他找一個台北的設計師幫他們估價那個接待中心 結果那個台北設計師有加一個設計費 他就問我說五哥 什麼叫設計費啊 我們桃園以前桃園的代銷只要接待中心 哪來的設計費就是整個total一個預算多少錢 為什麼會有設計費我就跟他講說 台北市很多 稍微上檯面的設計師一定都有設計費 晃遠到現在10年 好像設計費要收是一個常態 設計師收設計費我認為啦 我自己認為 是一個本來就是有展現他價值該收的這個費用 可是很多人認為為什麼要收設計費 很多設計師不收設計費啊 沒錯吧 的確還有很多設計師不收設計費的沒錯吧 有 兩位舉手有誰不收的 好 那就直接進入主題 我們今天邀請到兩位 在業界相當有資歷的設計師 首先我們的 大家好我是喬琳 之前我們影片也有開箱過 對 OK 好 接下來我們的男設計師 大家好我是Andy Andy Andy 好 就兩位你們給我的資料我也稍微看了一下 我們就直接切進主題 設計費 一般來說市場的設計費到底一瓶是多少錢 是合理的 不能講合理啦 應該是說他因為他的資歷 他的知名度 所以設計費會有不一樣 但是就你知道的話 常態的設計師收的設計費大概多少錢 喬琳 以中部來說其實會依照設計師的名氣 跟公司的整體實力 那中部的設計費大概都會落在一瓶 五千到一萬 不等 喔所以也有一萬的 有 我想問一下 我有聽過很多是收三千的 有當然有 三千也有嗎 有 當然 可是說三千是不是因為 他的工程比方說全部讓他承包 所以就會收到三千 還是說他是系統設計師 其實我聽到蠻多系統 反而是他都是免費帳糧 系統都免費 對系統公司都免費帳糧 那我覺得三千其實就是看個人 他覺得他自己的設計師的價值在哪裡 哇你這樣講完 誰敢收三千啊 收三萬了 或者是說也有些可能是比較新的設計師 他可能為了要接案子 他開的比較便宜 所以開的比較便宜 還是用比較便宜來接案 接下來把設計費灌在工程裡面 哇這個講得很辛辣 這個就不知道了 OK 對 好那Andy呢 Andy就你自己職業十幾年來 你看到市場的設計費 你認為一瓶多少錢是合理 在我自己職業之前 我前老闆他的設計費 是從庭院設計六千 庭院設計 對然後室內設計八千 然後建築設計是一萬 那到現在已經過了大概 應該四一十一啊 加通膨 我個人認為覺得他的設計費 應該現在都不止這樣了 因為他現在還在職業 那如果以我們自己目前現在的認識標準 基本上我覺得應該是六千到八千 之間 應該是差不多這個價格 合理價格 對 其實在北部來講 收六千到八千 是一個職業超過 我認為超過七八年或十年以上的設計師 幾乎都會收這個價錢 差不多 而且我聽到的大部分是說 如果你的工程也給我承攬的話 設計費可以打折 應該都 你們兩位也是這樣子吧 常態是這樣 你們是這樣嗎 有時候會這樣子 講到錢會有點結巴了 不過我們揭露 但是揭露 我想民眾該知道的 我們還讓他知道 至少說有些東西收費是合理的 因為有很多人認為 為什麼人家不收設計費 你們要收設計費 你們要體現那個價值出來 所以人家才會講說 原來真的有設計費這件事 因為現在還是有人不收設計費 所以也可以直接講沒關係 直接講說收設計費 它的價值在哪邊 應該讓民眾知道一下 因為收設計費 我們在跟客人洽談過程中 其實我們就會了解他的生活習慣 方式跟喜歡的風格 那我們經由設計費 然後去做畫圖 那其實就是我們都是有投入 心力跟精神 甚至體力 因為有些還要去丈量 那我覺得 我們是有投入相對的成本 就應該要得到 相對應的報酬 那先沒有收設計費的 你說有可能是以系統為主軸的 設計師好了 系統設計師 那他為什麼可以不收設計費 對你剛剛講他難道他沒有去呈現 你剛剛講的那些價值嗎 應該是通常都是系統公司 就說他們不用設計費 所以在他們在裡面的設計公司 他就不會去收 那他前置作業有像你們這麼繁雜嗎 如果系統設計師的話 比較簡單一點 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你們說這個設計費 事實上 現在好像在台北市 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畢竟其實他們 我們的確投入很多的新鞋 然後也很多投入了 不光是新鞋 還有我們的設計的創意 想法 還有我們的經驗 甚至是我們 對於這個現場的判斷 還有很多很多的 都是今年累月的累積 這些其實真的都不是用金錢 去可以買到的 而且其實我覺得設計師最重要的價值 體現在 我有一個 就是曾經我有一個業主 他跟他的公班 可能就是他找 今天找一個就是同胞商幫他施工 然後施工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地方 他跟同胞商一直喬不攏 然後喬了快一個禮拜 然後我到了現場 我只用了20分鐘 就把他們的問題解決 因為你墊錢了 為什麼20分鐘就解決了 因為通常設計師會以比較 我們的經驗習慣或是角度 或者是說客戶他的使用的一些習慣 我們會去理解說 客戶他使用的習慣是什麼 然後一般大眾他的想法是什麼 或是他的使用習慣在哪裡 然後我們會很快去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同胞商他不會 他就是完全就是 你叫我怎麼做 我就怎麼做 所以他會把問題丟回給業主 那業主就會猶豫不決 這個時候其實就會需要設計師 在旁邊引導 去幫他 緩衝 對去做一些抉擇 就說我跟你講 其實大多數的人 可能是這樣子做的 那這樣子做 其實對你來說會有什麼好處 我們會分析很多給他聽 那這些都是我們的經驗累積 也都不是錢能夠換來的 喬林是在中部職業嘛 對不對 對 阿我們的那個Andy是在北部 對 北部跟中部的設計費會不會有差別 多多少還是有 有 那你覺得咧 我覺得還是要依照看設計師 他的名氣跟他覺得他自己的價值 如果我們講軍職來講 中部跟北部中部會稍微低一些些嗎 我覺得還是會 一瓶搞不好會差到一千到兩千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 差不多 以北部來講是不是設計費一瓶收到 一萬塊錢就是喊得出名號 很多人這樣子講 我覺得可能應該蠻有 我先講喔 實收有收到一萬塊 因為很多人喊設計費一瓶一萬 可是工程給我做的話 我就打五折變五千 有沒有 但是實收到一萬塊錢 扎扎實設計費一瓶就一萬塊 不能打折的 這種應該都有點知名度了 那基本上他應該就是 你要嘛就找我做 要嘛你就不要來 所以他是 反而是 他有名氣 捧著前去的 捧著前去的 對對對 那我可以 偷偷的問一下 兩位的設計費在什麼range 哎呦好糟糕 你好悍了 你好悍了 Andy大概在什麼range 我的range大概就像我之前講的 我大概是6000到8000左右 6000到8000 那合理 台北的有經驗的設計師 十多年的經驗 合理 我們差不多大概5000到8000 就是看你是新陳屋 中古屋或者是毛沛屋 喬琳 就是你們的經驗還不到10年嗎 對 可是已經算夠了啦 我說職業 如果說職業個5年 基本上應該都已經算有經驗 沒錯 超過了嘛 5年 差不多 超過 差不多 OK 所以兩位都相當有經驗 那把這個設計費講出來之後 是要告訴他們 如果你們找他們兩位做以後 他們如果灌水的話 你跟吳哥講一下 哈哈哈哈 我沒有啦 開玩笑 因為 隨著時間 資歷 還有就是 接案的未來經驗 設計費一定會做調整的 沒錯吧 對 會不會你剛講3000 有些人剛進來就為了搶案子 或者不一定是系統 可能他也是像各位一樣的設計師 3000 把案子接了再說 然後到時候 我們在整個工程承接的時候 其實放到裡面去 那像這樣子的情況 其實他的設計費 並沒有減少 搞不好一樣說6000 對 他只是把剩下的3000 每一瓶灌在工程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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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可能難免 那這個難免的話 我們身為一個消費大眾 如何去判定說 你是設計費有折給我 還是真的沒折給我 因為最後一個總價 設計費加整個工程出來 跟收設計費 工程拆開來 最後兩個加起來是一樣的 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我這樣講比較快啦 我是一個民眾 我要怎麼判讀說 你設計費真的有便宜給我 真的有便宜給你喔 哇這個難以啟詞 其實應該講說 其實現代一般來說 裝修市場 因為我相信 客戶他不會只找一個設計師 來做諮詢 那其實他可以從 通常他會找兩三個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那他在這個諮詢的過程當中 他就可以知道說 大家設計師的 平均設計費的均價 大概是多少 然後還有他的每一個 可能他的裝潢的坪數 每一坪大概是多少的價錢 他其實他可以去換算 他大概就知道說 我大概花多少錢 是合理的 那他自己就會知道說 欸這個設計師他到底有沒有 報多或是報少 嗯 對 喬琳有沒有這個部分要補充 嗯 我覺得其實就是 如果說跟 在面談的時候 覺得跟設計師 投遠 那如果說 價格你是覺得 是可以接受的話 其實就 不用想到那麼多 其實我也 趁著這個問題 是要告訴線上的 要裝修的朋友 設計費 高或低 當然每一位設計師都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 你真的 這個設計師他談的東西是你要的 他的整個工程總價加上設計費 整個TOTAL是你覺得OK的 對 另外一個設計費打五折 可是他不是你要的 你何苦去為了趨舊一瓶差兩千三千 然後去找一個不是你要的 再慢慢去談 想要談到變成跟他一樣 我常常聽到很多民眾 都會用一個方式 找兩個設計師說 欸設計師 他的設計費打五折給我 那你要不要打五折給我 我倒覺得說不用太管設計費 因為 你一個預算 裝修預算比方說兩百萬好了 兩百萬你就算 你TOTAL就兩百萬 你設計費跟工程就是兩百萬 他把設計費拆開 跟工程拆開來 加起來兩百萬 他沒有說設計費 他整個裝修起來兩百萬 那還不是就兩百萬 都一樣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想消費者也不笨啦 其實有時候我們把一個東西降價 把它灌在這裡 所以這裡變多了 這裡變少 或者是這裡多一點 這裡少一點 其實你不要去想太多 最重要是那個人 你覺得OK 信任的過 價錢可以是你要的 我覺得就OK 最後談一個總TOTAL價錢 可不可以稍微做一點減少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的是一個王道 OK啦 我是在跟線上朋友講 講一個真實的事情 講錢的東西大家都會比較含蓄 不過我還是要問到底 還是要問到底 然後我問第二件事情 市場上其實很多人 設計費收了之後 包含最近的民眾都在問我 請問一下有沒有收監工費 這個項目 監工費 有 喬妮說有 監工費是監工一些什麼東西 監工其實就是從設計圖畫好之後 我們在進場前的工程安排 然後在進場之後 我們每一週都會有回報給業主的施工進度 然後到最後要收尾的時候 其實收尾的部分反正是最繁雜的 因為可能每一兩天就是不同的工班都會進來做收尾 對那其實那都是我們都必須要每一天去現場去盯著 確定今天這個工班有進來做的OK 那下一個就是沒有問題 如果今天他拖了 我全部後面頭要眼後 所以設計師一定會有一個partner在現場 還是說其實不是一直盯著 其實是會去關心知道進度 知道現在現場什麼情況 像我們公司的話通常是設計師跟助理 那兩個人就是要嘛就一起去 要嘛就是一定會有一個人會到現場去盯著 那不可能盯八小時吧 對但是就是可能你可以早上打電話去確認他們有到 然後大概是下午三點前 去到現場去確認他們的進度到底是有過OK 了解現場確保不要工程進度落後或出城 還要跟務主做回報 對 Andy呢 Andy看起來監工費好像收蠻高的樣子 沒有啊 通常我以我因為我目前自己的狀態來說是 如果我是設計直接接工程的話 通常我不會收監工費 設計跟工程都交給你 你就不會收監工費 因為我覺得說完成一個作品也是我想要的 對 那可是如果說今天像我有遇到過客戶他就是只是單買我的設計 設計 那他會需要我去監工的話 那當然就要收監工管理費 畢竟我也花了時間跟金錢在上面 那我問一下你的設計費剛才已經講過 那監工費是整個工程的幾% 大概是8到10%左右 所以如果我一個200萬工程給你 你會收 有18%就16萬到20萬嘛 對 那在這個200萬可能大概兩個半月左右這個時間 你們會定期的回報 進度到現場去勘察 是 回報給屋主 對 還有現場的一些狀況啊 比如其實監工管理其實有包含很多 我想包含工班的協調整合啦 工班的安排運作 然後工程的時序 還有現場 因為其實有可能拆除過後 或者是一些工程進行當中一定都會有一些狀況 身為設計師 我們比較能夠掌握全面的一個通盤的瞭解 所以我們會知道說 這個部分我可不可以走管啦 我可不可以進行一些拆除啊 我可不可以去做一些調整或是變更 那我們現場都可以比較給予立即馬上的修正 或者是做一些調整 這樣子 嗯 所以這個好像這個是價值的體現 所以你在講了這個過程價值 如果工程給你做你沒有收耶 那人家有收耶 那人家怎麼回答的下去 我以後應該也要收一下 哈哈哈哈 喬琳 是 你的監工費是幾% 10% 總計呢的10% 對10% 設計費收完之後監工費總 意思就是200萬的案子會收20萬 那跟他8%、18%接近嘛 對差不多 那如果人家工程給你做 你還是會收這個部分嘛 對 我們大概都會只去優惠設計費的部分 那監工費基本上是不會 因為監工費說實在實打實 工地現場很熱啊冷啊 工地髒啊 那就是要現場去嘛 才有辦法回報給屋主 對 所以監工費好像業界8%、10%常態 最高我聽過監工費 是最高的 是我聽過的 也是我們綠設計師 14% 哦沒有 14% 然後他的設計費是10收的 8000 然後他不接工程 很特別的一個人 蠻特別的 OK 好 那各位現在也了解 監工費的部分 當然有收的 或者是說如果工程給Andy承攬 Andy的監工費就可以省下來 可是我認為所謂省下來 其實也 我這樣講啦 設計一個案子 連工程做到完成 他的毛利大概心裡面 每一家都有抓一個固定的毛利 那個毛利 你有可能把監工費設計費都省掉 但是會把毛利放在工程 你有可能設計費收監工費收 然後這個整個工程 毛利就會稍微比較低一點 沒錯啊 其實就是一樣的概念 對 就是讓大家清楚了解 不然常常很多朋友都搞不清楚說 他們有收監工費 為什麼他收監工費 昨天才有一個夥伴線上問我 五哥 我這個收監工費是合理的嗎 我說市場有喔 而且都8%到10%喔 跟你們寫的是一樣的 那第三個替民眾問的問題就是 越來越辛辣了 你可以現在馬上離開也來得及 第三個就是設計費 包含做哪些項目 比方說一個空間 一個空間要出幾張圖 有些人說一個空間至少七張圖 四個面天地 然後還有一個平配或什麼東西之類 那你認為你既然跟人家收了設計費 有設計費這件事就要有價值啊 對不對 總不能說我設計費是因為我長得帥 Andy 帥是帥 可是設計費 人家也要說我給你一瓶6000 你要給我什麼 設計費包含哪些項目 可以講一下嗎 Andy 我設計費的包含項目包含當然就是 3D平立面 然後還有施工圖 3D圖 平立面圖 然後施工圖 施工圖 還有報價 報價 對 估價單 就是會讓客戶知道說 目前現在市場大概多少錢 那我自己比較特別的部分是因為 我的3D是利用那個3D虛擬實境 做做的 所以我可以讓客戶直接生利其境走在裡面 這是我比較算是extra服務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 免費的喔 對 讓客戶 因為其實客戶他並沒有辦法像 我們設計師一樣 這麼去了解說你整個空間的感覺或是概念 對 客戶的空間感沒有我們這麼的靈敏 那所以相對來說 我會希望讓客戶真的是戴上那個3D的頭盔 讓他真的去裡面走 他就是真的走一個變 然後就知道說 以後原來我家的櫃子在這裡 書桌就在這裡 那你就會 他就很明確知道說 以後我的東西就在這個位置 這樣子你的 就是跟客戶之間的溝通 比較不會有太大的落差 而且未來他 他也會知道說 原來真的東西就是長這樣子 所以 你說的這個設計費 包含這些3D 都是在設計費的裡面 對 那你講完之後 後面我們怎麼講 後面3D我們怎麼講 OK 我覺得好像蠻完整的喔 那這些就是包含在設計費裡面喔 對 3D的這個渲染虛擰的什麼都在裡面 都在裡面 而你做的比一般人多一點 對 嗯 但是 Q更 這個都有 但是他只是少一講 他不會跟客人溝通 因為沒有講跟客人溝通 所以這個一個房間 六面都有 四面牆地面天花板都有 櫃子的立面圖都有 對 全部通通都要有 哇 那個喬琳 人家做到滿滿的設計費 你給他收了設計費 不過還好你沒收他貴了 你給他給他 一個空間 像一個空間 我們設計費收了 我們會做哪些東西 會要出哪些東西 最一開始洽談後就是 最一開始就是平面配置圖 平面配置圖 對然後確認這樣子配置沒問題之後 就會開始3D建模 3D 你有3D嗎 對我們有3D 那我們後面會給3D渲染圖 喔好家債有跟上了 有3D渲染圖 也有也有 那當然就是圖畫好了 我們就當然建材 其實建材挑選 我們其實也都是已經OK了 也幫他們設計費 設計費有時候建材挑選 也會幫他們先選好 對對對 基本上就是包含這些 以三房兩廳來講 大概就多少張 3D圖可能就是大概10出頭張 那如果包含施工圖的話 應該會到四五十張 你的意思光3D圖 你就出了快10張 對光3D圖就10張 其實我之前早些年 那個時候3D比較 台灣沒那麼普遍 台灣的攝影師 那時候說要出3D圖 一張是1萬塊你知道嗎 就是他是另外算錢的 現在你們都已經包含在裡面 對我們都是包含在裡面 你們等於是把老一派的 50幾歲就打死了 以前一張1萬塊 然後他們其實都外包 後來開始降價什麼時候你知道嗎 我們跟對岸開始 他們都是外包沿岸內地的 甚至是學生 出3D 他說我跟屋主開 好像講完完蛋了 我跟屋主開1萬 但是對岸給我一張3D 3000 差不多 現在搞不好就更低了 現在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都是免費 但是其實很多都是外包的 你自己畫嗎 不要騙人喔 我們都自己畫 真的嗎 對 場面做主 畫3D蠻久的耶 要看經驗 看經驗 對 你是在打別的攝影師的時候 沒有經驗 沒有 好那我問一個啦 這個 現在依照你們都不到50歲的年紀 我覺得你們會卡關 你們給不給手繪 比方說我們在聊的時候 我們用手繪圖 這個就有難度了吧 OK 你這樣講後面怎麼講 你要講什麼 你說現在還有人在手繪 沒有效率 手繪圖是好像現在 也老實講 手繪圖我認為沒那麼必要 可是手繪圖也是一個溫度 比較有溫度 溫度的傳遞 就畫完了 也可以讓業主看到你的專業 就是你自己對空間的想像 他會馬上知道說 這個設計師他到底能不能夠 馬上把他所敘述的東西描繪出來 然後你們可以很快在一個 紙上就去談論說 我這個空間我到底要放什麼東西 或者是我可能是放一個櫃子 還是要放一個床頭櫃 還是怎麼樣 很馬上就可以去做一些溝通 所以其實手繪 其實它是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跟客戶溝通的工具 但是這也是 所謂設計師要的一個技能 我說真的現在30幾歲的設計師 基本上不是他們不會畫 是他們認為這個在 對於案子進度各方面 其實沒有那麼必須 不是說不要 是沒有那麼必須要 可有可無 沒有那麼必須要 因為現在3D技術要越好 對啊 所以手繪的確有它的存在溫度感 但是以做事的效率來講 未必真的那麼有用 我前幾天遇到幾個資深的設計師 我說資深的就是職業 差不多將近30年的 他們的手繪圖是 跟屋主在談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畫 對 他是倒著畫 他是 比如說我跟屋主 向著葉著畫 對他是倒著畫 他說學了幾張 倒著畫 我屋主就覺得有夠厲害 他就光是繡這個部分就很厲害 屋主就覺得 你畫什麼東西 沒有 你不用倒過來 我就幫你倒著畫 有真的很厲害 然後他們這些都職業30年以上的 不然無法體鑑30年的價值 對 那我接下來要問一下一些重點 你們剛剛提的這些設計費用 兩位都包含3D對不對 我問一下 因為有很多設計師 其實也不一定會出3D 這實在的話 有出3D沒出3D 最大的差別會在哪裡 比方說會不會減少糾紛 還是其實沒有差 我覺得會減少糾紛 因為其實出到3D圖 因為其實基本上只要業主補大的改圖 3D圖基本上就是你提早看到施工完成的樣子 那其實也是為你的裝修就是買一份保險 所以基本上3D出來的時候 這個彩色圖都出來 我們就可以先知道說 我家以後會是這樣的情況 對 畫出來是漂亮的 做出來一定更漂亮 是這樣子嗎 對 因為它在現場會有一些自然光 像一些石材的反射 跟磁磚的反射 其實那個都是 真實感更 對 會更強烈 可是一般我們 我們很多做完很漂亮的作品 會找專業攝影師去拍有沒有 對 拍完之後 早些年 早些年後 應該抓到10年前 大家修圖修得亂七八糟的 跟我們女生自拍 拍完修圖修得根本不像自己 一張可能大概1,000左右 修了 那最近這六七年 應該說最近這六年內 我聽到很多人說 修圖越少越好 恢復自然 那自然光 那個整個體現的感覺 可能沒有修圖 看起來好鮮豔 好色彩 好亮麗 但是那個真實感會更高 對 對不對 對 你們現在也都認同這件事 對不對 是 跟兩位說 有設計師提到 其實出3D反而問題 會比較麻煩 因為你 你現在3D已經出來了 做得很漂亮 都還渲染 還有什麼修圖 到時候做出來沒有 實際上他相片看的 會有麻煩 其實這個部分 從我職業開始的時候 就是有業主會拿3D圖 來做直接做一個對比 對 就是要跟圖長的一模一樣 糾紛就這麼來 可是 因為我後來我針對這個問題 所以我才用3D虛擬實境 因為我用虛擬實境的時候 基本上 我都跟客戶說 材質我們是現場的調 但是虛擬實境在 你在裡面的時候 空間多大 它就是多大 所以基本上你看出來的東西 就是你做出來的東西 那個基本上 它就比較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大多數 目前我的客戶看過 我的虛擬實境之後 他們都會說 其實你做出來的東西 好像跟我當初 看出來的東西是一樣的 我說那當然 因為就是1比1的比例 去做出來的模型 所以做出來的東西 當然空間感是一樣的 但是材質一定會不一樣 因為隨著你材質的挑選 有的客戶喜歡這塊木屏 有時候喜歡這塊木屏 那個現場的設察會有多少 多少會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基本上 空間感是對的 那它就比較不會有太多的糾紛 或是覺得說 你這邊做不對啊 不是我要的啊 空間看起來這麼大 但是電視箱看起來這麼小 這樣子 就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你的語調很緩和 但是內容很臭屁 代表說你對自己這個 是蠻... 其實我聽到說 3D為什麼會... 有些人不出啊 因為有的設計師喔 而且是很資深的 他說 沒必要出3D啊 你出3D喔 一次經驗完畢了 往往啊 很多當第一次裝修 第二次裝修的民眾 他們不像有些人 裝修五次六次 那種老經驗的 他說喔 做到某個階段 快要完成了 或者是到了一個成果 最後差不多完成 再叫屋主來看 他會很驚艷 哇 原本的那個破破爛爛 還是變成這麼漂亮 他說那個哇很重要 但是如果說 如果說你3D 要做之前一開始就看完了 哇好漂亮喔 然後接下來開始體驗 每一次公開講 怎麼那麼醜 還沒做完之前都說 放心放心 然後這中間過程 一直每天在看 每天看 看到最後完成 已經看了三個月 也是這樣子 就這樣子啊 他也沒有挖 因為三個月前 他看的圖 已經挖過了 都變成挖哩類了 沒有啦 不會啦 基本上 所以兩位都認為說 出3D圖會減少糾紛 是 好像也是趨勢 是 現在好像出3D是趨勢 然後我們再來問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最辛辣的問題 可以拒絕回答 設計師除了我們上面講的設計費 兼工費之外 整個工程承包 工程承包有沒有利潤 你們有沒有抓利潤 因為現在10萬個設計師 我心裡面很清楚 我知道 但是不一定每個人都這麼做 但是有沒有 Andy已經第一個承認 而且都抓50% 喬琳在考慮了 我覺得我們不算利潤 因為畢竟我們有收設計費 有收監工費 那其實在工程裡面 我們 在價格上面 會把它算一個整數 但是是沒有多到叫利潤這樣子 因為其實在裝修後期 或者是在裝修整個過程中 其實我們都會幫屋主 有其他可能 比較類似額外的服務 例如說屋主的房子快要完成 那可能說他需要一個室內托 或者說房間的掛鉤 或者是一些廚房的用品 他需要我們幫他準備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會去幫他做購買 那這個的話 我們都不會另外再跟屋主 拿發票跟他收錢 小東西啦 對 一個一兩百萬 屋主那個400塊的衛生紙 對對對 這樣也不好看 清馬桶也會用那個清潔劑68塊 對對對 而且是買那個 威猛先生 為什麼 他們說五個有點像威猛先生 要買威猛先生 你看小編都知道 我們攝影師 威猛先生有照片 威猛先生 沒有是正牌子 我到時候要代言威猛先生 沒有我聊一聊開玩笑 我自己在業界這麼久 我自己很清楚一件事情 我剛才有講設計師 一個朋友很資深的 也做了20年 他的設計費是固定8000 固定8000 然後當然一定有一定的頻數 20坪以下是20坪起跳 不可能說10坪收8000變8萬 他不能低於20坪 不到20坪他還是收1坪8000 就是20坪就16萬是基本 然後他的兼工費收到14% 你會覺得很高對不對 他不承攬工程 所以工程那塊沒有利潤 所以你們的8%到10%兼工費 設計費又比他的低 基本上所謂有一些毛利利潤 可能會放在工程 我老實講喔 我認為是合理的 講這個或許有些 那個線上的朋友會覺得說 五哥你在偏袒他們 不是這樣喔 我先講我不接案子的 所以我也直接講 這個業的這個產業的業態喔 我就問你們一件事情 一個200萬的裝修完畢之後 他燈不亮 你猜他會找打電話安裝的那個師傅 還是屋主有一天突然晚上 會打電話給你 欸我的燈突然現有問題了 我跟你講第一個接電話就是設計師 沒錯 你接所有的工程 都不收利潤的話 你這個未來的一年 兩年的售後服務絕對是零啊 為什麼 你工程做了200萬 那是你的事情 我等於是現場監工 該做做完了 設計做完了 你馬桶不通 你打給我幹嘛 還要我聯絡馬桶 其實這個是一個售後的服務費用 我認為 我自己認為啦 在一定的百分比之內 是合理的 我不知道這樣子講 你們對你們 你們覺得有沒有幫你們解套 有有有 可是是真的 他木座有撞傷 他會找木工嗎 他說那個張師傅 你來幫我處理 你猜師傅會過去嗎 他不會理你 不會 所以他木工 他的門撞到或地板刮傷 他搬家具 地板刮傷 他會找誰 設計師 當然啊 你們就去 這都不用錢嗎 所有的事情 一切都該要付費 只是合不合理 沒錯吧 沒錯 那我認為 常常講說透明 我們適度讓民眾知道這件事 不讓他們知道 私底下偷偷的 我覺得我跟你講 大家都會猜 他們這個鑽石的 我線上很多朋友說 我跟你講 五哥 我跟你講 你不要相信設計師啊 你可相信喔 世界上有鬼 被設計師那張嘴 我跟你講不盡然 很多有良心的設計師 那因為 如果我們真的一切都講得很清楚 收費多少 我跟你講 很多民眾 都會覺得說 那個他收比較多 我其實不要去管這個 你要管 還是我前面講的 你對他產生信證 他報的價錢 Total 是你要的 那有些人什麼都不收 設計費收8000 監工費收18% 20% 那你給的還更多 所以我覺得 聊得來 總價可以接收 因為他每一個人設計的 質感設計的技術 完全都不一樣 所以 我講設計費 真的沒辦法用 真的沒辦法說用 你看了這個圖 該多少錢 那個圖應該多少錢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設計費 其中有包含一些 你跟他聊天之後 對他們家人的關懷 或對他們家人的生活上了解 去規劃出來的 如果說 我們在談設計的時候 完全沒有問 那個人他的家庭生活背景 人成員的話 我認為這個設計費 你收3000都太多了 沒錯吧 所以每一個設計 都是客製化的 是 所以你不能說 這個人是3000 那個人是8000 因為每一個客製化不一樣 對啊 我就遇過設計費收比較高 為什麼設計比較高 他們家裡有建洞人 他不單只是一般設計 不能設計美學 他還要為建洞人 整個屋頂全部做向軌道 鐵軌 然後他們有一個椅子 就可以照著上面 鐵軌全部軌道 他的家客廳房間 都有軌道 他們可以用軌道 在家運 建洞人可以運行 所以這個是設計 在士林那邊 找現了我看一個案子 所以那個製作的方式 設計的方式 是完全完全為那個客製的 如果說800萬 1500萬我就這樣做 他根本就不需要你的多漂亮 他需要的是 他們的生活 他們住在那裡面的人 他們的需求是什麼 是 那個是設計的王道 也是溫度 對不對 沒錯 是你們在講 不是我在講 我就講太多了 OK 所以其實兩位都直白的講 在整個工程上 會有一定的 我不要講利潤也好 講服務費也好 這個也是未來你們跟客戶之間互動 其實我也常常在講 一個案子結束 結束後 那三個月到六個月 才是服務的開始 我自己家做完之後 開始發現 習慣了 燈不夠亮 開始哪裡要加插座 開始 就會開始找設計師 對 那個服務就真的要開始 千萬不要壞手記號 不會 因為這就是你們後面工程 包括前面設計 監工 到最後你的整個工程的服務費用 都包含在裡面 對 講完之後 有沒有 不會流汗 哈哈哈哈 好我想 最後 Andy是不是 也跟大家講一下 收設計費這件事 你的看法 跟 你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 收設計費這件事情 對我們來講 其實 設計費有包含很多 我們對於我們的經驗值 我們 過往這麼多案子 然後我們的經驗的累積 然後 還有我們對於客戶的關懷 體驗 然後 對他們的所有客製化的一切的設計 那因為其實我覺得 在未來 圖庫找的其實也非常快 對 包含以後未來AI 其實也都可以幫你畫圖了 是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設計師到底還有什麼樣的功能 設計師其實就是為了要去幫助 我們的業主 能夠去更了解他的需求 其實 很多時候 客戶他並不是這麼去理解說 我到底需要什麼 客戶的想法 有時候很天馬行空 對 你要想辦法把它抓回來 你的房子就這麼大 你沒有辦法再多做太多設計 你要懂得你只能做這些東西 那你要做取捨 我們能夠幫客戶的東西就是這樣 這個這一疊紙其實是我們多年經驗的累積 我們為他量身訂製 要尊重設計這個部分 我覺得要收設計費 第一個是我們也是為了要篩選業主 因為很多現在真的是 很多都是為了要免費來的 那其實我們就是以使用者付費 那我們收這個錢 那雙方都是有意願想要促成這一次的合作 那我們可以用這個門檻去篩選掉一些 只是為了來比價的客戶 每一次面談 其實我們設計師也是 有點像是融入了他們的家庭 對 去體驗了他們的生活習慣跟模式 那去幫他們做到最適合他們的規劃 那其實我覺得是 這個專業是需要被尊重 每一個案子 其實你們在前面洽談 包括開始準備做之前 前置作業非常長 還沒做之前喔 是 那個時間其實就真的像你講 真的講得太好 融入他們的家庭 對 這個是設計師其實都會去做到 而且一個案子可能設計談 有時候兩三個月是常態 甚至一年都有 那個洽談的時間 不管一個月三個月五個月 在一般民眾不知道 沒看這一部之前 他認為這是免費的 沒錯 但是其實你們都花了很多精神 跟時間在這上面 是 希望看完這一集的夥伴 那個價錢還是要比較 不過也讓各位知道 其實設計師也沒有 我知道也不是設計師 設計界不是每一個人都說 賺的飽飽的利潤很高 跟你想的不一樣 自己下來做就知道 我自己在早些年 去實踐上過設計的課程 上完之後我就知道 不能做室內重修 什麼都要懂 什麼都要會 有問題都要找你 賺的錢三場賠一場 剛好都歸零了 OK 好希望這一次也能夠讓各位 對一些室內設計師 他們為什麼會有說設計費 這個部分能夠更清楚 更理解 好 最後我們就要跟 線上的朋友說Ending囉 不是說Ending喔 是Ending囉 OK 裝修小五郎 健康最在行 蹤 好 應 mark 雷 雷